家料嘉賓 仙草甜品店店員 得隨時聆聽客人需求 尤其炎熱天氣更需要人手 老闆在臉書分享近期徵人過程 他說一對母女來應徵 女兒面世時 媽媽全程陪同 期間抱怨冷氣不夠涼 老闆回 好 我會改善 聽到入職後 可能要幫忙清洗廚房用具 媽媽急忙說 我女兒不能洗東西 手會不舒服 老闆將盡量安排 等到談完後 媽媽坐下來表示 她也要應徵老闆瞬間三條線 婉轉的說只打算爭議人 對方接著說 如果不能同時錄用兩人 不會讓女兒來上班 此文一出引起四點四萬人超勝 總共就能去找人家工作 然後還要求人家不可以十萬 然後吹人氣其實是有點太誇張 因為要賺人家的錢就來 不能做這件事情 我女兒假如第一次要打工 因為擔心我會陪著去啊 可是我不會在旁邊 下這麼多指導期耶 網友打去留言老闆怎麼沒準備 十點半點心笑 兩點半香雞排 跟奶茶呢 迎來老闆回聞 你要求更高 還有人酸請媽媽帶回家自己養爸 直到最後媽媽還追問 多久才會確定是否錄取 每間公司都說會打電話聯絡 結果一個都沒打電話來 老闆全程掛著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經歷難忘的奇葩面試過程 不禁感嘆 真人 真的好難 3D新聞許書衛 張國報道